陆飞在20岁成长会不会太快了 对啊成长太快了 实际上不只是陆飞 整个草木团这一伙 尤其是三大主力 成长都过于快 当然大妈那边的父皇要稍微年轻一点 我看克里加多大啊 哇克里加45岁了 那目前最年轻的父皇 就是我们的这个靠船王汉哉杰克 28岁 那也是28岁啊 陆飞才20岁出头 那确实成长得太快了 山智索隆也是20岁出头 两个父皇一个四皇 而且是绝对实实在在的这个段位的实力了 所以毕竟这是一部热血的漫画 主角团的成长是核心 当然他们还赶上了这个时候 正好就是800年后 可能是乔一波一复活 编后世界的这个时候 陆飞一伙碰巧就是这一群人 历经800年 这几个人凑在一起 都在短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 爆发性的这个往前走 打完四皇 接下来就是实际政府一亩 反正陆飞的成长确实太快了 而且以多拉格和卡普的身高来说 那两人都两米多 陆飞现在才1米74 实质上陆飞还没有到达目前 他成年的身体 以海贼王的这个标准来说 可能40岁以后才是陆飞的巅峰 但是目前还说 他在二月出头就遇到四皇了 这个成长确实太快了